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大 又来的 太小 这黑黑的 白的 有的话这附近都会有的 你看又来一个 他喜欢扎堆 他绝对不会说几个在这里 这太小了 你看 还没挖就已经看到一点点壳了 只要你把位置找对了半个小时 就够你吃一趟了 咔嚓就有了 什么样的都有 哎 还挺密的这里 哎这里 太小了 又来一个黑的 这个大 吃蛤蜊 我也不喜欢吃太大的 中等都是最新品的 不太小 不太小 没有之前捡的那些大 会飞炉 哇 哎怎么 都是好的 哎呀 一窝 哎这里你看 这些网都是被海浪钓上来的 你看 这个小一点 啊 这里面还有呢 都藏在里面 你看 蛤蜊啊 哇 一窝进没有人发现哦 这些地方一般 都不吸引的 你看 蛤蜊 我吃了啊 还要意外收获 绿肥罗都是像拳头那么大的 蛤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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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把它丢了 太小 蛤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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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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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谈这里还能捡到八爪鱼哦 死掉了 我还以为有这么好的事 带你们看一下螃蟹印子是怎么样的 看到吗 我都看到腿了 这里面又有一个 这个大一点 我夹住它它那只腿它动不了 石头的边角一定要找一找 经常都握在这些地方了 又是视角 回到里面了 没带手套我的功力点一半 哇死了这么多鱼啊 哎这还活的 这是什么哦不是定工鱼哦看一下 哦它跟定工鱼是同一个品种的 那定工鱼偏白一点 不是小鱼种啊 像这么大是可以吃的 怎么死这么多哇 它里面还有很多 这里是养殖场的 打口来的 嗯 这显得时间有点长的都缺氧了 哦 全部都这里面还这么深 哎呦 哎呦 只捞到一条啊 这条大一点 有点像定工鱼的这条 水浑了不好捞了 点一下 应该有四五十条 好像杀猪鱼啊 这种鱼煮它很鲜甜的 有些也很喜欢吃小品种的鱼啊 这么多了今天分一斤给邻居老婆 我倒出来这些螃蟹都装沙子了 螃蟹就不要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葱 今天就到这里了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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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